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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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是一件60年代的貼皮玩具 當時就很受歡迎 因為我看到這件玩具 就像自己踩著一輛三輪車一樣 以前我們小時候玩的玩具 最主要是很便宜 如果我們有時小朋友幾個一起玩 那玩甚麼呢 可能玩個紅白球 女生通常玩一些 剪一隻公仔出來 穿件衣服下去 便宜版的芭比 我應該在80年代尾的時候 開始就操玩具 一操就差不多三十年了 主要都是收集香港的地道玩具 多數都是圍繞著五、六十年代的玩具 因為那個年代 那些玩具 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 很簡單的原理 而且成本是很便宜的玩具 有時以前很想買不到 但自己又很想 小時候很想有 但又沒有 到現在大了 又見得回了 便想買回來玩 如果是香港製造來說 最旺盛 都是一九七幾年的時間 開始 歐美本身不製造玩具 於是便來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 製造了當時的四小龍 如果是歐美來說 小朋友都是有些新奇的東西 你可以吸引到他 那些會發光 又發聲 又吸引到他 現在可能就要有些人的動作 中國的家長 就有些不同 都是會問 我可以學到甚麼 或者有些就說 有環保概念 他又會覺得很好的 亦都對安全要求強了很多 在以前 如果你有玩具玩 你又會很幸福 現在小朋友見到 會不會沒甚麼反應 無奈 現在就是因為 他們的電子玩具 令到他們 以前的玩具 是完全失去了興趣 我很想在這間店 或者我現在的認識裏 想帶多些知識 給這些小朋友和現在的年輕人 認識當年香港玩具輝煌的歷史